在2021年2月4日 加拿大移民局公布了最新針對香港居民的移民政策 只要你過去五年來在加拿大完成了為期至少兩年的大專滑以上課程 或者持有巨等效的愛國學歷 在2月8日開始 你就可以在網上申請一個為期三年的工作簽證 另外如果你曾經在加拿大有一年的工作經驗 又符合語言和教育要求 或者在加拿大讀書 並於加拿大認可的大專院校畢業 都可以直接申請PR 但這兩點的詳細資料之後才會再公布 相信到這裡大家都會對新政策相當期待 但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 到底何謂巨等效的愛國學歷呢 其實有沒有這個新政策都好 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 本身都是要通過加拿大的學歷認證才可以 所以在這段片 我們加拿大的移民顧問就會step by step 教大家怎樣去做這個學歷認證 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為大家解解一下 有哪些認證機構是受加拿大政府認可的 而我們針對這個新政策都推出了一個限時優惠給大家 我們這個學歷認證服務現在只是收港幣660元 而且三人同行一人免費 想知道怎樣可以拿到這個優惠的價錢 就記得看完整段片 大家好 我們是SK Migration 世家移民 我們是一間專注做加拿大移民的公司 我們在加拿大的持牌移民顧問已經有差不多10年的經驗 成功為過百家庭移民加拿大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Pathway 以一個最省錢、最省時間、最穩陣的方法移民到加拿大 事不宜遲,立刻開始我們今天的講解 加拿大移民局認可的學歷認證機構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醫學類別認證,分別有兩間機構可以選擇 另一類是普通學歷認證,一共有五間評估機構是受加拿大政府認可 每一間的收費和所需時間都不同 這裡就列明了他們的收費和所需時間 他們的官網我們就放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看 而這段影片我們就選了Vex來教大家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相對上所需的時間最短 只是需要35個工作天就搞定 現在就交給我們加拿大的移民顧問 教大家怎樣去做這個學歷認證 首先我們就通過Vex的網址 直接登陸加拿大Vex的官方認證中心 第一步就在右上角這裡選擇是Vex Canada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選項是Vex United States 所以我們要確保自己選擇的是Vex Canada 之後在中間這裡按開始 進入回來選擇加拿大這個認證的頁面 直接去到IRCC認證中心選擇開始申請 開始申請的第一步就是有關個人註冊 這裡需要提供的訊息包括自己的名字 生日由雙地址和一個相關問題的提寫 確保所有個人訊息全部填寫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賬號的一個創建 跳轉到下面的一個頁面 就是有關個人申請的進一步的訊息選擇 有關自己的名字和生日就自動添加到這個頁面 選擇自己的性別 下面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關郵寄地址的一點 因為Vex的認證 其中一個證書會直接郵寄給你 所以一定要確保這個郵寄地址填寫的正確 有關個人訊息的頁面 填寫好個人的訊息和正確的郵寄地址 和確定剛剛上一個頁面 我們登入的訊息之後就可以直接按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有關你需要認證的學歷 是屬於哪個學歷 我們就直接按我們需要添加的學歷認證 這裏就會選擇你自己想認證的學歷地區在哪裏 我們選擇我們是認證的學歷 是香港的學歷 基本上大家認證的都是Diploma 或者Degree 我們就直接選擇 Higher Education 那你自己的學校認證的是什麼名字 那你自己的學校認證的是什麼名字 那就寫什麼名字 那我這邊就是香港公開大學 就是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那你自己學歷的上面 它是一個怎樣認證的名字 你就選擇你自己的學歷的上面的標記是什麼 還有你證書上面是一個什麼名字 就選擇你上課的時間 以及他學歷授語的時間 那就填好上面的這些信息 那添加完個人需要認證的學歷之後 這裏就會顯示我們需要認證的學校 還有自己的證書的名字 那這裏提醒大家注意的一點就是 它可以進行多個學歷的認證 因為如果大家除了想要認證自己的最高學歷以外 還需要認證一些可能是比較近時間畢業的這個認證 就可以直接添加額外的學歷認證 那填寫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到下一步 下一步它就會顯示學歷認證的收容 除了自己之外 還會 IRCC 都會同樣收到這個學歷認證的報告 那確定沒問題之後就下一步 下一步它會顯示整個學歷認證 它包括了什麼 又一個就是這個學歷認證報告 PDF的版本 還有 加拿大的移民局都可以接触到这个学役认证 我们同时自己会收到一个确诊 即是它邮寄一个纸质的文件 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邮寄地址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 其实这个学役认证是五年有效的 所以我们Future都可以接触到 这个学役认证的总费用就是$220 下一步就是显示的有关邮寄的费用 如果是普通的邮件收取的方式 没有一个checking number的 那费用就是$10加指 如果是需要快递UPS或者T&T的话 那费用就是$85 那看大家的需要自行选择 下一步就是会显示到 如果你需要认证你想要认证的学力 需要提供的文件是什么 这个步骤就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步 大家要注意看 因为目前我今天想要认证的是 公开大学的学力 其实因为公开大学它已经和这个机构 是有合作的关系 所以它提供的文件就是非常之简单 这里有个文件列表 无论任何的机构需要进行认证 其实它这里也会显示 需要提供的文件是什么 公开大学 因为它有合作的关系的原因 所以它提供的文件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个电子版的成绩单 提供给WEST 就可以进行这个学力认证 具体的方式是个人的名义 和学校发一个request 这样 这里有一个request的表格 按照表格上面的讯息填好之后 就叫学校把这个需求发给WEST 这样就可以了 具体的表格 里面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来看看 基本上就是个人的一个讯息 和你的学历的一些情况 和签名日期 这里有一个就是提到的reference number 在我们交了钱之后 就会有的 这个号码非常之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而且这个reference number 是连接你整个讯证的申请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看回所有文件之后 下面还会显示有关邮记地址 如果我们是要邮记到WEST进行申请的话 就是上面显示的这个地址 因为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教育机构 它需要的文件交给WEST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需要邮记的话 就需要以上的这个地址 而且真的要记住 地址上面一定要填寫自己的reference number 刚刚我们需要认证的学历 就是有关公开大学的学历认证 它就非常之简单 只是以一个电子的成绩单 通过学校发给WEST 就可以进行这个学历认证 但其实不是所有的机构 都是相同的方式 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过 可能我们会需要存在邮记的这个方式 那邮记的方式 有些点是我们需要非常之注意的 那我们以理工大学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了香港理工大学之后 它出现的需要的文件 就会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公开大学 是有些不一样的 那它这里是有提到 我们的一个官方的成绩单 是需要在一个shill envelope 这里寄回给WEST的机构 那它这里都有提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个人向学校提出申请 那学校就将这个shill envelope的成绩单 就发给WEST 或者学校将这个密封号的成绩单 发给个人 那个人呢 再通过这个成绩单 再发给WEST 就是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 这个成绩单 是一个密封号的一个成绩单 和它WEST 是有一个官方的要求 对于这个成绩单 是摆在一个 怎样的一个信封中 才会合格的 当然我们学校基本上都会知道 但是我这里也想大家注意这个点 是 我们首先要看回 成绩单上面 它是需要自己的学校的 机构的名字在这里 左上角正面这里 那下面呢 还有 有关WEST这个地址 上面呢 还要填上自己这个WEST的reference number 那我们这个例子上面的地址 是美国的地址 但是正确的地址 刚刚也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下面这个 加拿大的邮寄地址 这样 在背面的地方呢 那我们在 信封的印位呢 中间的地方呢 我们要盖上 学校的这个机构的一个印章在这里 和负责人都要签名的 信封是一定不能打开的 所以呢 在信封的埋位这里呢 我们要确定有印章 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名 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就是有关 邮寄方式的信封的具体要求 和都希望大家明白到 这样就是不同的机构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需要进行的是一个 学士学位的认证 那基本上就提供这个文件 有一点还想大家注意的就是 如果需要进行一个 MASTER的学历认证 即使WEST呢 他就说 不要求你提供你的本科的学历 但是可能某些机构 就是你自己的学校 或者可能他都要附属你自己 其他的一些机构的认证 那这点大家都要注意 接下来的页面 就会是进行我们自己的一个review 就确定你自己的个人讯息 那你需要认证的用途 和你需要认证的学历的一个资料 你看自己有没有填得对 之后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这个页面进行修改 那这个认证的费用 刚刚提到过就是220元加指 那目前的处理时间 大概就是35个工作日 左右 那这个就是收件人的讯息 那我们全部确定 我们上边的讯息 完成没错之后 就来到下一步了 那也是这里 再次提醒 确定个人的讯息有没有错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 它这里下一步 其实是有关税务的问题 如果是住在加拿大的 那就会需要交额外的tax 那我们假设大家都在香港的朋友 那就不用交税了 就选第一个了 因为目前没有居住在加拿大的 那就继续到这个付款的页面了 那因为刚刚我们选了这个认证220元 还有那个邮寄费用是10元 那因为不住在加拿大 就不用交税 那总的费用就是230元 那它有不同的付款方式的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你这个Build-in Address 上面我们右上角这里看到 这个7位数的数字号码 就是自己的reference number 就会记住 因为你提交了申请之后 都会同样的一个显示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流程就是这样 那经过我们加拿大的移民顾问讲解之后 相信大家对这个加拿大学历 认证都相当之了解 如果大家在申请的时候遇到困难 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问回或者直接PM我们 而我们都明白到大家的时间相当之宝贵 所以我们都有提供代板学历认证的服务 就正如我们片头所说 每位申请人我们只收取港币660元的服务费 三人同行,吉人免费 想要这个限时优惠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like和share我们这段影片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在留言中打回加拿大2021 再加上图声给我们就可以了 这个限时优惠只是做到2021年的2月底 需要有兴趣经过这个新政策去加拿大的朋友 就记得把握机会 让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为你们服务 我们SK世界移民除了提供移民服务之外 还有办理各类签证,签证续签,加拿大声学咨询 和落地的安家服务 而我们在加拿大的专业移民团队 已经成功为过百家庭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大国 经常会推出针对不同专业人士的移民政策 或者对原本的政策进行修改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了解最新加拿大移民政策 或者想知道最适合自己的移民方案 欢迎和我们的移民顾问联络 让我们专业的团队为你打点一切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留言问 喜欢这段影片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之后会有不同的影片 去讲解其他加拿大的移民项目 另外如果想知道加拿大有什么职位空缺 和最新的移民消息 就记得点赞我们的Facebook